灯不点不亮,话不说不明,蛇跟越绞越回味啊 陪着豆子哥聊到天荒地老 越越越美丽哦,来来咯,老王碎碎念 碎碎念,碎碎念,碎碎念,碎碎念 欢迎老王 哎呀,豆子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哎,我先给你求证一件事情 怎么了 你是刚去喝喜酒喝完了 是啊,哎哟,红不隆东的,对不对 你为什么啊 我们年都过完了,不是吗 人家有一首歌啊,对不对 过了一个大年,头一回,不是头一天哦 是头一回上节目 但现在过年已经过完了 也过很久了,对不对 但是我看到你以后,我还是觉得还是有过年的氛围呢 有啊,他今天除了衣服穿红通通之外 他今天内裤也是红色的 最好你看得到 猜猜不犯法吧 可以啦,可以啦 所以这个年你过得怎么样啊 就有一点感觉,怎么一年不如一年 很无聊啊 台北人过年真的好无聊哦 对啊,冷清清的 冷清清这是一件事情啦 第二件事情就是,譬如说像我还好 我是平常因为都还要到电台来上班 就是过年那段期间 对,我有听节目啊 对,所以我是有事情做的人 你知道就是像很多像我朋友 就是那种一般的上班族 在台北过年啊 真的在家里面除了追剧跟打电动之外 躺平 对,就是躺平 然后呢,这种生活大概过个大概三四天 觉得很爽这样 到第五天的时候 很多人就开始耐不住性子 特别是今年的年假有九天 好久哦 对不对 对啊 然后大家到后来都不知道该干嘛 然后那个什么事都没干成这样子 那肉倒是养了不少啊 对啊,然后节就过完了 就上班了 结果后来发现 上班让日子比较正常 那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呢 等一下老王会跟大家来聊聊 在最近 因为前一阵子才有一件大事情 好大的事啊 对,然后等一下呢 老王会跟大家来聊一聊 他在最近这一段日子 小小的一些观察 跟小小的见解 好不好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 在最近这段时间呢 因为国际上有大事情 所以说呢 大家可能都会把这个焦点放在国际新闻当中 那我先讲个稍微无聊天点的话题 怎么说 最近不是那个俄罗斯吗 对不对 你小时候是念俄罗斯 没有,苏联 我说字的发音 我说字的发音 哦,不然应该怎么念吗 苏俄嘛 苏俄,俄罗斯 对不对 对,结果后来 在近期的台湾的新闻台当中 都看到 听到很多主播都念俄罗斯 俄罗斯 那俄罗斯这种说法 这种讲法呢 以前比较像是 比如说对岸的新闻主播 或是台湾以外的这个用语 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 或是法国嘛 对不对 我们都念法国 法国 对不对 没有,结果现在 那个因为前一阵子实在是觉得说听俄罗斯听到很 就觉得 就怎么听怎么不顺 对对对 我就在我的那个IG上面发了一篇限动 我说很奇怪哦 台湾的主播都念俄罗斯 我反而有一天在看那个就是凤凰卫视 那你知道凤凰卫视的立场或怎么样啊 对不对 他们的新闻主播反而念了俄罗斯 我想说这太奇怪 我反而在境外的主播上面听到俄罗斯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实在太奇怪 我就发了一篇限时动态 结果后来就有很多网友跟我说 豆子哥你要知道啊 现在我国的教育部啊 已经正式定音 就是那个 发音 对对对 俄罗斯要念成俄罗斯 俄罗斯 教育部说的 俄罗斯 对不对 法国不能再念法国了 要念法国 俄罗斯跟法国 对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不能再念法国大革命了 法国大革命 来自法国的设计师 Sit down please 哎呦我的妈妈呀 那我们来聊聊 因为其实在最近是因为俄罗斯 俄罗斯跟乌克兰 对对对对对 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这个 其实大家都觉得说 这真的是一个借境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 以前乌克兰是跟苏联绑在一起的 是是是 对后来呢 他们苏联瓦解以后 乌克兰就独立出来了 但独立的时候 因为他独立的时候 他就先脱离了苏联 但是乌克兰里面种族很多 有些比较靠近欧洲的 有的比较靠近苏联的 苏俄的 所以这两边人种不一样 然后宗教习惯不一样 好多概念生活都不太一样 但是都在一个国度里面 所以后来乌克兰就民主了 大家都知道民主选举是怎么一件事 就不断的切割 你是你我是我对立 然后不断的分敌我族群 这真的是选举后一阵 选举到最后就变成说 就有点像我们蓝力二斗 斗到最后你会发现 为什么蓝的选输了 然后他的政见什么东西都不对了 只要是绿的选对了 他什么干都对 那当然就开始分派系了 好不死 刚好乌克兰的东边 就是比较属于俄罗斯 人种的那一块 他们本来就有点想说 自然道不同不相为谋 所以他们就开始比较倾向于俄罗斯 不管是情感文化种族 都比较倾向于俄罗斯 然后后来这一次 事情搞大了 那这个搞大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还是一样民主选举 因为他们的总统就比较倾向于北欧 比较北约组织 所以他想加入北约组织 那加入北约组织的话 他就会变成 以前北约组织对口 还有一个叫做华沙公约组织 那北约跟华沙本来就是死对头 就有点像美国跟中国 现在跟死对头一样 所以当你原来是属于我们邦年里面 苏联里面的一个伙伴关系的 突然间你跟我说要去北约了 我当然有一点觉得 不光是不爽 而且你变成我的对立面 就开始你要开始变成是 好像会要攻击我的对手 所以一开始他想的防御是防御 但是当我思维到 攻击是最好的防御的时候 他就开始用找了一个理由 对你说要打架要吵架 要找理由太简单了 所以我们俄罗斯就找了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就是说 他要保护乌东那两个 比较独立的个体 所以他就出兵要保护他们 所以搞出了这一件事 那第一次就是说 我之所以出兵战争 是因为我要保护 我是处于保护俄罗斯人 这样了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对于俄罗斯 就是那一方面的看法不太一样 对但是战争这件事情 本来就不是件好事 当然当然当然 但是从这一次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斗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西方民主国家逻辑上应该是支持乌克兰的 因为这个总统是民选的 而且他又想要加入北约组织的话 逻辑上就应该要大家一起来帮忙他 不是之前都说就是帮忙吗 帮忙有几种啊 有种说 豆哥我帮你 我帮你 然后你说老王你要怎么帮我 就嘴巴说说了 晚上帮你祝念 还有半夜托梦给你 告诉你一些好玩的事 这种帮忙很讨厌 这种口惠而不实的帮忙 多的了 现在更厉害的 还有一种叫做色彩学的帮忙 什么东西 这也不口头上帮忙你了 就是用灯光秀 等一下 王称杰先生 你现在跟我说是事实还是开玩笑 大家上去google啊 真假的啊 对啊 他们三色旗的灯光现在在德 人 那哪几个国家啊 哎呀很少玩 你说可以google到的 你可以google一下啊 所以他这几个大国都是民主阵营的 然后说他们会表达一下对乌克兰的支持 我现在真的google到 英国美国法国等全球多国地标投射蓝黄色声援乌克兰 真是灯光秀 灯光秀支持 我希望你能够用火力或是能力或是物力来支援我 那时候你去用灯光秀来支援我 有没有看到民主的璀璨啊 话也不能这样子 没有啦其实真的回归一句话 国际社会真的都是现实的 很现实就是有的时候你去想 当我们成平时期就是平安喜乐的时候 法律是大家可以遵循的 对 但当战争来的时候就不是法律的问题 对 就是武力的问题 那你这个武力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常看一些俄罗斯的短片 就觉得他们那个国家的人都很妙 战斗民主 一天跟他说战斗民主 现在真的发现他真的是战斗民主 说打就打 而且大家可以稍微再回想一下 以前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古巴危机 古巴危机好像就是苏联当时要在古巴那一边放核子弹 那为什么他跑去古巴那边放核子弹呢 是因为美国的北约组织跟华沙公约组织开始要对立 然后呢北约那一边就也要开始做核设施 要对抗我们的就对抗苏联 那苏联就想说哇你在我家门口放核弹设备 那我也要跑去你美国的门口也放核弹设备 所以就是这样搞出了古巴危机 但后来还是比较相对和平的解决了 因为大家装枪做事无外乎就是 那你就不要在我家门口放核子设施了嘛 核弹设施就不要放我就船就回头了嘛 双方就这样子没事啦 这一次呢就是我跟你说你不要加入北约 我们就好好说 大家还兄弟之邦没问题啦 然后呢人家那个吉哥啊 就是说还是要去加入我们 他有他的立场跟想法 当然啦 但是有时候想想哦 啊本来就是兄弟之邦的啊为什么吵到后面变成这样 嗯哼 你又有时候发现夫妻之间吵架 吵吵 床头吵 床尾盒 没事 但偏偏有个外人进来 滴滴答滴滴答 打滴滴 哦 事情就大跳了 呃就是有一些不管是不是小三之类身份的人 哎 切入了然后跟你murmur几句 然后对方看到你跟他在murmur也不知道在讲什么 就心怀处意 哇天啊 促进大发 哎 等一下 这种生活当中小事真的现在投射到目前的国际局势 好像就这样 好像也没有不对 对啊 你没有发现吗 就是好像有人跑去乌克兰那边murmur 哎 这样跟我在一起比较好哦 你就不要管大哥了嘛 跟我小弟在一起 吃香喝辣不会少你的 加入我们的阵营吧 好啦 我觉得这个局势还可以还可以再观察下去 那刚才这个老王跟我们讲的这个呢 只是可能我们看到的一些观察 那如果听众朋友 你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意见 比如说可能你比较亲哪一方啊 你觉得怎么样的观察角度 因为现在我们所大部分的新闻来源 都是从西方的新闻观点 去看这件事情 那其实还有很多不一样的角度 我觉得可以看一个现象就是 假设今天两个国家打仗 比方说A打B好了 结果B在防御的时候 他们国家的国民是同仇敌开的话 那就表示 这一场战争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假如A打B 然后B在防守的时候 发现人家来打来了 立刻放下武器 回家睡觉 那就表示这一场战争 其实只是一场戏 因为他们的可能本 那个B的国家的国民 可能也认为我的国家本来就是一个装枪做事的啊 我何必为了一个装枪做事 然后付出我的生命代价 然后去成就这些政客的东西呢 所以你就发现B这个国度 现在可能是乌克兰 那这场战役的结果 大家可以回头检视一下 他们的国民对于这个国度的捍卫 是刚刚讲的事实抵抗呢 还是只是 我们为了这样子的政权 付出我们的家人的生命值得吗 大家可以多多的观察 当然其实这个战争还是很可怕的 都是很血腥的 很血腥很可怕 然后让多少人这个无家可归 有利失所 也有人说这一次的战争 好像是咱们台海的一个借禁啊 但希望真的不要发生 对不对 这个有什么话好好讲吗 战争真的是到最后 这个最不得已的手段 世界和平才是咱们的最高指导原则 每个月的老王岁岁念单元的最后呢 都有一个王振杰先生的心得小语 对不对 哎呀还小语咧 小语来的正是时候呢 好啦今天要跟大家聊一句 就是我们常听到一句话 就是穷算命赴烧香啊 对很多人在穷的时候 或是没有章法的时候 未知感太重的时候 就会去算命啊 所以你会发现经常算命的人 通常都是比较低落的 情绪不好的 或是被虐待的 但是有另外一挂人 每天都在庙里面烧香 谢谢老天爷对我好 就是富烧香啊 富烧香的人都是存着感恩的心 回报 谢谢老天爷对我特别眷顾 那今天 当你不知道该谢谁的时候 就谢天吧 真的就谢天了 那今天呢 为什么跟大家聊这个 因为我们今天想当富烧香的人 也希望今天晚上大家回去 可以在心里面默默期许 我们国泰民安 两岸不要有战争 然后我们俄罗斯跟我们乌克兰的事情 也能够快快的平安落幕 我觉得很难 很难哦 两岸当然希望不要有战争 但是那个俄罗斯跟乌克兰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会延烧好一阵子 那莫非后面都还有大哥在指导吗 你觉得呢 这一题留给他自己去想 好不好 但这一题真的很好玩 有的时候夫妻吵架都觉得不要再吵了 结果呢 双方家长出来吵了 对 我们就看看到后面背后那个大哥大姐 会不会出来下指导期 这个变化还会有更多不太一样的改变或走向呢 我们值得观察 今天非常谢谢国际观察专家 没有啦开玩笑 哪有我们就生活体验主 对对对对 我们从国际的世界来体验我们的生活 嗯 OK 今天非常谢谢王振杰先生 谢谢老王 好 谢谢豆子哥 也谢谢听众朋友 I like I like I like Radio 在这里 以前在帮助 冷却 小袋 并 你爱 我们村